哈嘞 大家好 我是面面 上次真集粉丝们的做你想法 大家非常积极 有很多粉丝想让我定制超达灯光奇葩椒 也有很多粉丝想让我做超达见面色奇葩椒 喜欢这两个粉丝的人都很多 那这不就投什么了呀 这是我准备的凉海浇水 一方是半透明质感的 一方是纯白质感的 那就先从这个半透明的开始制作吧 这桶我准备做成 跟这个灯光质感的泥 看着是不是很好看 先加入浇水 看着像白亿凝脂膏一样 还蛮浓稠的 再来点甘油 赶快满上树脏粉 这里我准备做个绿色的 最近有点偏爱这个绿色呀 嗯 搅拌一下 这颗颜色看着蛮有气氛活力的 现在开始成型 我感觉这个屏幕也蛮嗨 已经有这个屏幕弃小 这颜色太美了 完成 完成 这不平平的蛮顺利的耶 都没有什么时候锁了少的脚就行了 现在拉身体 试一下手感 买吸收拾的耶 哇 好像有点点柔软 再来一点进去 现在来把它装上这个小熊盒子的 哎哟 三个好 下面来做这桶白胶 这桶我准备做成像这样的 颜色一览的泥 挺娘的方法 倒入胶肥 诶 这个屏幕看着不错耶 感觉这个没有刚才那个浓稠 给它也来给干油 搅拌搅拌 然后吹银 这个还没成型的迹象呢 还要是马戏添添添添添的 这个也完成了 感觉这两个做起来都还算轻松 都不用垃圾 就是这个白胶包用的添添添添添一些 现在把做好的米分成三倍 再来是你的脸上不同的颜色 一个滴入蓝色 一个滴入粉色 最后一个黄色 给它们统合一下 统合起来还蛮漂亮的 现在把它们装上这个小熊盒子里 好啦 现在这两份米都在这边做好啦 其实里面还有个小泡泡 看来不是特别好看 那我们来干干袋子 那我们建议这两面 看看最终效果会是什么呀 喜欢的小卡 记得点赞哦 我们明天见 拜拜